另外是凡吼 這個也是昨天的 我們再簡單回答一下 他說市民上 等一下看到什麼美術 什麼美術要怎麼來應用 譬如說 維麗美術啦 保利美術 家事美術 這類定定 我們應用這種東西 大概你就是第一人 就是是不是有農土的掌握 譬如說像他有南東桌 譬如說有家事童 如果沒有就比較不要緊 如果沒有 一般來說就是說 在使用上 使用的這個人中 這個農土 因為這個 有時候我們很多在營 譬如說有的人會去把 這個抗生素轉比較重 還是怎樣 但是如果有南東 南銅劑 這個銅劑的利用 太多重 其實也是不好的 所以目前就是說 在這種抗生素 我們在防止 這個細菌性病害的時候 那麼大概 比如說像我伯母個人 我都因為這個 因為這種抗生素 一般疑性性都很差 甚至沒有疑性性 所以 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就是 那個覆蓋 就是說我可以把他蓋得很好 那麼 這種這個是會更好 所以 這個可能 可能在這家家 我們在用 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 在一定的這個濃度底下 就是說你不要泡 不要說很薄的 有時候就 效果當然就不好 但那個 他的抑制力當然就比較差 所以 但是在 在抗的這個環節 就是泡比較薄的 增淡的 譬如說 你如果是 用 這個500杯 和1000杯 這1000杯 其實是一個很適合的濃度 但是我1000杯 我水增比較多 絕對比你500杯 效果更好 就是說你邊邊用那些油 但是我 油邊多 但是我水增那麼多 那麼 一個這個 我們在用的時候 那麼 可能 就會比較好一點 效果會好一點 那麼 這是我建議說 你若是在用的時候 就是 在要用這些東西 我們 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 使用的 一個技巧 這些東西 就是說 你一定要盡量 那些塞 在許可的濃度裡面 用說1000杯 那1000杯 那麼 我們在 在使用的時候 在使用的時候 那麼你盡量 可以 可以 用比較薄 或增淡 這樣可能 會比較 比較好 好很多 所以 第一 是這樣在用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預防 譬如說 我們配合 這個 這種像作物有的 已經有傷口 他的傷口是怎麼來的 他那個傷口 通常就是 第一個就是糖 加風吹 這個線盤 這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是這個 增進性的 一個病害 這個破壞 所以 有一個 這個傷口 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配合來 用這種控性素 所以不然我們在 沾很多 這個效果的時候 那可以去 這個來使用 這個東西 那麼 譬如說我沾這個肉粉 沾這個壓白 那麼你要沾一點 這個東西下去 這個控性素 效果也不錯 這原因是對一隻 因為 他也會抑制 增菌的 這個產生 這個 這個發生 所以就可能 在這家這裡 我們可能會知道一下 那麼這種 這些抗生素 是這個上 都是 有時候 他 你會發現說 他改生 在這個 這種殘留量的 一個管制 還是什麼比較少 在事實上 他就是一個 因為這種都是 是這個 去產生 譬如說像 利用 這個青霉素 還是什麼 什麼霉菌 什麼霉菌 然後他去產生 所以其實他應該是一種 這個所謂的生物性農藥 只是說我們把它提存 他的這個濃度變得更高 所以這個效果就會更好 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 輸用的解決當中 那麼盡量就是說 你要知道 這個抗生素 很容易產生抗藥性 所以你 定孤級是不好的 所以幾種抗生素 要輪流去使用 那麼這可能是我們的應用 所以就是說濃度 再來就是輪流使用 這兩項 是我們在這個 使用 這個控制所的時候 要去注意一下 這個 這個 所在 所以 讓我們好朋友 就做一個 這個參考 那麼這種東西 對於我們 這個 也會產生 像病毒 像病毒 衰老 這種東西 所以在營的時候 你們都想說 這個 當然這個是很安全 病毒 他比較沒有 這種生物毒性 但是他會引起我們 對著一些藥 譬如說你請人去傳 這些農藥的時候 你有可能 對這個 這些 對我們市民上 一些抗生素 會產生抗藥性 我們人也會產生抗藥性 並且說 那個藥對我們就比較不好 所以 在營的時候 還是要做好 這個防護 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情況 這個提供給你 做參考 好 換了 我會想見 超多的 成分 內 有 成分 成分